他们都说滑翔伞就跟蓝色鸦片一样 会让你上瘾 让你有一种挑战性 不断地去克服心理障碍 去征服它的感觉 很多人也会诧异地问 说你都飞了将近20年了 为什么每一次只要能飞 你会比一些新手更着急地去飞 他说哪来的这么多的热情 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想飞 我同时花样赛运动现在是一年 只要能有上山的时间就上山飞 就是绝对不会放弃一些能飞的机会 玩滑翔伞从开始到现在已经17年多 我现在是做职业的滑翔伞教练 很喜欢在空中飞行的那种感觉 让我觉得很开心 就这点我就想去飞 因为我之前有工作过一段时间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 7点钟出门赶地铁 一直到晚上11点再下班 然后那时候就感觉心情好压抑 我就突然不知道 就是这份意义何在 我们飞伞是完全跟自然打交道 我们没有动力 特别像打太极 你要很柔和地借它的力 来达成你的愿望 我觉得刚开始我买这把伞的时候 我觉得它好跟我作对的感觉 就是我好像跟它是一个抗衡的关系 因为我在斗伞的时候 它也让我受我伤 就是把我拖到在地上 当时有时候心里挺受挫的 就觉得我和它风水不合吧 但是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跟它越来越合拍 就是越来越喜欢它的那种感觉 你好好对它 它也会好好对你 因为你飞出去之后 你唯一可行买的就是它 它会给你一个安全的保障 我会跑掉 自然抛衡 胡阳在哪抛衡了 人有事吗 这20年的飞行生涯 在我身边很多朋友 认识的飞行员 会有一些受伤的 甚至离开的 就盘这个汽车 就这么稳的点 重心不一定要加的很多刹车 做任何事情 尤其是运动 我觉得什么都会有一些风险 不应该是因噎废食 觉得它可能会有风险 你就不去做 这是肯定不应该的 只有做得更好 你才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今天羊肉便宜 这个羊是三年 三年的羊 三年的羊 辣椒自然都有 人活着不是说就像小蚂蚁一样的在鞋子楼里面一直左右穿梭 因为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感觉 人本来就是活在自然之间 你要去感受和他的那种互从的那种关系 只有在你自己静下来 或者在自己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能真正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天空那么大 每天都不一样 都是新鲜感 慢慢地体会得越来越细致 你会觉得越来越好玩 就越来越迷恋这个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